在我身后呢就是这边比较大的一个医院 其实这里的医院都差不多一边大 它只不过呢是一个教学医院 到医院这儿呢顺道聊聊加拿大的医疗吧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加拿大的医疗是免费的 但是怎么能免费的方法呢 我在这里跟你说一下 在阿尔巴达省呢刚来的时候 如果你是移民的话呢 刚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办医疗卡 落地就拿到医疗免费医疗吧 然后如果是别的省呢 我记得好像是要等三个月 所以你来的时候要买三个月的保险 那么这边的免费的方式呢 就是你去用这里边的服务 用这里边的设施都是免费的 如果说你要是生病哪不舒服呢 你可以去诊所 到诊所之后呢 它会一般情况是有预约的 你要约家庭医生 但是呢我发现呢 没有家庭医生也是挺好的 因为以前呢我听过不少人就是说 比如说做个体检吧 然后家庭医生呢有点不愿意开 或者是 我不想给你开 或者阻挠的意思吧 总之就是很多检查呢 没有检查得上 那么对于我来说呢 我一直都没有家庭医生 我每次有什么要求的时候 几乎几乎没有任何阻碍就可以 一般情况呢医生都会让你做相关的检查 他就会给你开个单子 这个单子呢 验血啊 验尿啊 或者是做一些S光避钞之类的 很容易的 那么一般情况需要预约 在阿尔巴塔省呢 我没感觉有排队多么严重 一些大型的检查 比如说MRI啊 它也是免费的 但是呢 它排队的时间很长很长 有的时候要一年多 接下来呢 预约做检查就好了 拿着你的医疗卡和身份证 当然是没有收费的 因为主要你有医疗卡 就没有任何的收费 没有任何的费用 那么检查了之后 一般情况呢 是要等个 有的时候一周 有的时候三五天 在我们这儿是这样的 如果他觉得 如果检查报告回来之后 你有问题 你需要做进一步的治疗呢 他就给你打电话了 会让你来一次 但是来了呢 也不告诉你什么问题 电话里边 你别想了解清楚 你必须到诊所去 那么去完了之后呢 他会告诉你 是不是要开药啊 是不是要再做进一步检查啊 那么有什么问题 他会告诉你 所以说 你就到诊所去就好了 那么接下来的费用呢 就产生了 比如说 要是买药的话呢 药钱是保险不包的 除非你有公司的补充保险 才能cover这部分 取决于公司的团体检 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如果公司没有保险呢 那么这部分钱呢 要自己花 买药的先要自己花的 有些药是挺贵的 有些药很便宜 但是也没有太便宜的药了 处方药一般都是很贵 另外一点呢 这边不许卖任何的抗生素 所以说如果你想买抗生素呢 必须找医生 而且必须是谁的病就给谁开 而且开的量非常少 比如说一次呢 他认为你只能吃三天呢 就开三天的量 如果是病情没有好转呢 再过来再开药 如果说觉得你只有七天呢 绝对不给你七天半的 所以说这边抗生素呢 是很严格的 那还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家庭医生 给你开完单子了 你也检查了 但是呢 回来之后 他发现这个病情 他处理不了 那么就要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就是约叫做specialty 就是专家医生 也就是国内的专家号吧 那么这种医生呢 必须通过家庭医生 给你约 你自己是 如果你去过的话 一年之内是可以自己约的 如果说你没有去过的话 你是不可以直接约 这种specialty专家医生的 所以说 一般通过家庭医生 来给你带过去 那么这种医生呢 如果是你 一般情况是要预约的 如果你预约了之后 没有去的话 是有罚款的 他一般是不等 有100 有200 有300 取决于医生的档次 所以说呢 这种专家号 如果你预约了的话 一定要去 那当然了 这种专家号是不花钱的 你就是保证去就好了 这边的急救车呢 是EMS 我刚来的时候呢 我感觉国内真厉害 这个邮政局呢 快递呢 都开到加拿大来了 遍地都是 后来才知道它是急救车 接下来呢 说一下医院里边的费用 只要是你进了医院 就我指的这种大医院 大型的医院 不论什么原因吧 只要是你进了这个医院 一分钱都不用花 当然停车费要花 这里边呢 管你餐费 什么病床费啊 医护费啊 药品费啊 这的药 这是给你开的 包括打针呢 什么吃药啊 这里费用全免的 所以说 但是呢 也不是什么好事了 你来这之后 肯定是有大事的 绝对不是小事 所以说 即使全免呢 谁也不希望来这里 所以说平时这里边呢 还是比较冷清的 那我再说一下加拿大医疗 保险 不管的地方 那当然我指的是阿尔伯塔 别的生活 我还没去过 没生活过 不知道 那这边呢 不管的是 牙医是不管的 那么牙医呢 就要靠你的 企业的补充保险 或者是你自己买的保险呢 才能负责牙医这一部分 当然了 只要一个人有保险呢 全家都管 所以说 还是挺划算的 那么还有一个眼镜 眼镜呢 是取决于保险的情况 有的时候 是能负责一部分 有的时候能全部负责 有的时候50% 70%都有 所以说根据保险不一样 那当然了 这个视力检查呢 也是不管的 所以说 视力检查倒是 大概100块钱吧 100加币一次 建议是一年检查一次 我一般呢 就是两年 配一副眼镜 然后两年检查一次 以前呢 我在工会的保险非常的好 上边是 医院上边这都有直升飞机 那么现在呢 估计是有急救情况 直升飞机起飞来 开始救人了 这种红色的直升飞机 我听说是 关于心脏方面吧 突发心脏病之类的 它会马上 把人接过来 接到医院上面 直接动手术之类的 所以说 在急救方面 我觉得是挺满意的 那我顺道说一下急救吧 急救呢 是 叫一次急救车 是300多 加币一次 然后 它是到你家 给你送到就近的医院去 然后这个钱呢 是 正常是不报的 那么 如果说你要是有保险呢 保险是报的 像我之前的保险呢 是 一年cover一次 一次急救 一次基本就够了 谁没事叫那个 是吧 但是急救车 虽然你叫了 它也不一定给你送到医院 有的时候呢 它来着之后呢 先 看一下你的情况 如果它能就地处理呢 就就地处理了 如果说 不严重 它也不给你送 但是不知道费用要不要交 如果没送到的话 那么以前呢 你还可以自己走到急救室 也就是说你不叫救护车 但是呢 你现在能走 或者你家人能开车 你觉得情况比较紧急的情况下 因为平时呢 是 诊所 都是白天开门 如果是晚上的话呢 你 着急的话 你只能去医院的急救室 所以说呢 在这个时候 你只能自己来了 但是来了之后呢 几乎也没什么用 如果你不是特别严重的话 因为每天在急救室等待的人都非常的多 我当时呢 是陪家人来过一次急救室 然后是发烧嘛 觉得好几天不好 应该去看一看 当时晚上感觉 感觉心脏跳的有些快 那么就去了 然后呢 直接急救室就 运来一个 孕妇吧 可能已经在城市就生了 就这种情况下 才能一次性的直接进到医院里边去 那么像我们这种呢 量个体温 然后给两派去烧药 就让我们回去了 那我再说一下 如果你没有医保卡的话 大概费用多少钱 那么以我这为例呢 没有医保卡的话是按次数收费的 你去诊所的时候 每次呢是从 最便宜的我问到是80块钱 然后比较贵的是150 200都有 所以说这里边的诊所呢 就跟公司一样 都是私营的 就跟公司一样 所以说每家的定价都不一样 那么包括牙医也是 每家的定价都不一样 所以说你要根据 你要多问一问起码 问一问之后呢 才能知道一个比较合理的价位 因为在那预约都是一样的 因为检查的地方都是一样的 至于医生呢 医术就不好说 所以说并不是越贵的就越好 检查的地方呢 就比较统一了 因为很多检查呢 需要实验室 实验室呢 个人并不能 或者企业呢 并不能做这个实验 都是由市或者省 有些实验室要到省的某个实验室去做 所以说 这个的价格比较统一 我自己感觉不是很贵 做一次检查 几十块钱一百块钱并不贵 然后就是开药吃药 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如果家人你的家人亲近过来 哪不舒服 我觉得到医院制没有想象中那么贵 但是如果说 有一些意外的话 比如说摔伤啊 骨折啊 可能费用就高了 很多很多了 这个情况呢 就得借助这种微子事的保险了 好 那关于加拿大的医疗呢 先说这么多 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视频下边留言 下期再见 拜拜